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19日 已經是 星期二了 昨天我看到新聞 在介紹 花墟的重建 電腦設計效果很漂亮 又有一條河 搞到花墟很漂亮 究竟 現實 以及它的效果會差多遠呢 有網友提醒我 他說花墟重建 那些租戶 短時間內 都搬走了 有30多個租戶受影響 而且收回 200多個業權 到時的花墟會不會面目全非呢 一連串的工程 肯定會改變所有人走花墟的習慣 會不會好像當年的尖東 把所有的人全部趕去尖西呢 我就覺得 是會的 我們首先講講花墟 這次的重建 這個項目 事件局宣布啟動油煌重建首個項目 先向鮮花零售重地 王國花墟動土 事件局按這個 事件局的條例第23條啟動 位置是花墟道一大 佔地29,320平方米 預計要動用25億收購 按七年樓零賠償 會收回190個業權 估計有275戶住戶 33個地鋪受影響 重建後會提供1350個住宅單位 首先在花墟窄鮮花 日後 會建成不少於8800平方米的城市水道公園 配合特首的施政報告提出 上花熱點 日後會在這裏搞花位展 另外會建一棟可以提供11人的足球場 體育館地區看落設施於一身的多用途綜合大樓 分開有地盤A和地盤B 地盤A 就是 有一棟樓 很大洞 然後 另外有些散的就是花虛道 有幾個 有地盤ABCDE 應該是 A1 A2 A3 A4 A5 這幾個因為有些舊樓 就會拆掉 究竟那些舊樓拆掉了 我剛才故意 聽他說 他說 未必會建回牙籤樓 實際上就會在A1地盤 即是康納樓最大那一棟 就用來建 這個應該是A街 以及太子道西交界那一棟大廈 那裡 地方比較大一點 將這棟樓 主要 地積比就全建在這裏 然後其他那些有機會可能是活化 因為 其實我覺得那些舊樓就不要拆掉了 反而你收了他之後 重建 又或者 將他粉飾 好像保留他那些和倉大壓那些 更好一點 不過由於他的地盤很散 他有一部分建了樓 有一部分就是唐樓單位 政府要做的 他就說不會拆掉他的牙籤樓 因為這樣其實是很有外觀的 反而保留現在原有 老實說那你跟他收這個業權 又在做甚麼呢 因為 現在他本身好地地在做生意 你又要收了他 花虛道到時 不然會 整條路可能又要封了 又要做工程 那客人去哪裏呢 好 然後地盤B就是到時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體育館 還有他做綜合的社區中心 我其實覺得 花虛道那些舊樓有幾個地盤 即是A2 A3 A4 A5 實際上我覺得根本就不應該動他 你重建來做甚麼地方 因為他本身的地盤很小 有20多棟這些舊樓 這些舊樓實際上 拆掉了他又沒有用的 反而我覺得 應該翻新他好一點 但是如果既然翻新 那你有甚麼意思呢 你要來做甚麼呢 不如你留一些租客在那裏 為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 我 網友提醒我 我覺得 這地方很大機會就變成像尖東那樣 經歷過 一連串的工程 到時封了之後 人們 不走那裏 花虛就死了 因為現在 他說 花虛現在現有120間舖 有20間受這次重建影響 中間20間如果你到時 圍板之後 究竟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生意呢 隨時會死人 為什麼 因為 地方不要走 工程不斷在那裏做的時候 買花呢 大家知道 是要有心情的 如果你周圍全部都是地盤 你哪有心情在那裏買花呢 會不會整條花虛被你造死了呢 這個不奇怪的 因為對面有個大地盤 洞工 這裏有 有幾棟舊樓 你全部也要拆掉 不如不要拆掉 是不是 反而保留舊樓 或者給他資助 讓他翻身 維修 撿回漂亮的那棟樓 這樣就更好 你用7年的錢去收 樓齡的樓價去收購 你又沒有辦法 蓋回 高樓出來 因為 牙籤樓蓋出來也不漂亮 就算不是蓋牙籤樓 你蓋回三層高 那個成本是不是 不化算呢 你不如 讓他翻身 其實可能更好 盡量不要動 租客 因為現在雖然花洞有 只是佔兩成 只有20間而已 還有100間 問題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全部在做工程 整個地盤 周圍都是地盤 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嚴重的 買花 如果你說那裏全部都是地盤 肯定是不要走的 人們可能到時就減少來 會不會到時其他花檔就搬去另一條街 整條街變了去另一條街 也有可能 這個情況 未必會像尖東摩地道那麼嚴重 大家有聽到我的節目 很多年前我跟大家說過 尖東以前最旺的地方 其實就是摩地道 摩地道一直以來 一直走去尖東 然後 接著 尖東直出 插進去那裏就是 香吉利拉 然後一直走過去 就是 連接整個尖沙咀東部 以前是很旺的 因為一條龍 那條龍是來的 結果摩地道一封 封了十年 下面做工程 現在全部人都落地底 在摩地道已經沒有人走 因為長時間沒有人走 周圍都是地盤 人們都不走樓上 走樓下 你明明地盤 周圍動工 人們是不喜歡走的 你連花店 如果這個花區真的是這樣搞的話 每分鐘連花店都死了 那樣怎麼做生意呢 我不就搬走去其他地方 可能搬到運動場 整條花區可能就改變了 當然啦 如果那些花檔還在那裏 或者有八成在那裏 都未必會死掉 事件公佈那裏 整個工程 預計是2035至36年 完工 現在開工收 你想想 十年時間 用十年時間去建 這條街還可以剩下的 你知不知道 十年時間就足以把所有人改變了 你知不知道摩地道以前是 尖沙咀最旺的街道 店舖是最貴的 珠寶 那些零售 最值錢的存款都在摩地道 不是在尼敦道 不是在海防道 不是在北京道的 北京道也很旺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其實從廣東到海港城 就是透過北京道 當時北京道未封 那條行人路 結果 北京道就走貫穿 直接就去摩地道 一路出尖東 這個就是整條龍脈 後來斷了 那條龍脈就改了去整個海防道 海防道就不會再走回頭了 也不走坑敷利士道 接著就走金馬倫道 接著就經過加拿分道 接著加連威道有金馬倫道 直出去或者散去 Dewun 整條龍脈就改變了 所以把所有人聚集在海防道以及廣東道 這個就是 地運的改變 花旗 接下來肯定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整個地運的改變 另外一個就是旺角道 旺角道 起行人天橋 很方便 旺角道的行人天橋 將整條旺角道 徹底的集斷他的龍脈 那些人在樓上 地上沒有人走 旺角道的舖幾乎死了一段 政府很多時候做一些事情 其實都會整個改變他的地方的地運 這次 肯定 花旗會面目全非 你想想 做十年的工程 會影響 那些人 那些店舖 是不是 所以 肯定是一個災難 表面上就好像做好事 實際上 你就是 堆倒了那個地區 最終 可能花虛就變廢墟 香港政府 其實 也不止是第一次做這些事情 現在這一屆更加是垃圾 最近這幾年也是專門建造大白帳 港珠澳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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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珠澳 拜拜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再次通關elim 我們來這一點 可以藉著 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可以藉著